那我們卡其林呢 現在來介紹第一個就是飲品 大家也知道我就是手搖戲鼓掌 去年介紹過大大小小的飲料 去年有一個讓我印象深刻的東西 那個東西呢 我跟妳介紹完之後 大家都跑去買 再加上我覺得它算是我 就是回頭率喝很多的一個飲料 馬古茶房的皮拉米酥 我那時候介紹是講說它是什麼 平替版的新冰熱 因為它喝起來就是有那種 新冰熱那種冰沙的口感 就有一種高級的感覺 重點是它價格呢 不到一百塊 所以我覺得很值得推薦給大家喝看看 嗯 就是這個味道 好好喝 而且不會很甜 第一次喝的時候有多驚豔 就是 它上面居然有 就是鮮奶油 上面還有撒那個皮拉米酥粉 裡面還有布朗尼的碎屑 下面又是巧克力的冰沙 因為現在2023年了 皮拉米是至今 還是在於我首要引排行榜 大概前三名 第二個東西呢 我真的是不想推薦 因為這個東西我推薦出來 現在已經很難買了 它是一個糕點 然後這個糕點非常的夯 蛋黃酥 我人生中就吃過那麼一次 去年的中秋節 這一盒 它要加4000塊才買得到這一盒 這個是在台北的一間呢 叫做陳耀迅的蛋黃酥 你知道它怎麼賣嗎 他們不是你去現搶牌喔 他們是要去 拓圓的售票系統搶 我11月的時候搶的時候 它到2月就已經賣完了 所以你根本不可能買得到 那我真的是一個 非常非常幸運之下 剛好搶到一盒 這一盒呢 原價980塊 裡面有10顆 3顆是98塊 Oh my god 太貴了吧 它號稱呢 蛋黃酥界的愛瑪士 你離開 你是聽到很貴你就想要吃是不是 你想要吃嗎 蛤 蛤 你想要吃嗎 想是不是 就是糖溫只能保存5天 冷藏可以保存10天 真的超香 這個是我2022年最愛的糕餅 沒有之一 把我們這個陳耀迅剖一半了 哈哈哈哈哈哈 他的蛋黃酥 抱歉陳先生 他簡直就是一個藝術品啊 而且他這個烤色上色 還有他散發出的香氣 非比尋常 很好吃耶 嗯 你們有吃過真的好吃的蛋黃酥嗎 今天知道了 今天就知道了 他的紅豆泥不會到很死甜 帶一點鹹鹹的感覺 蛋黃蛋吃也不會很乾 脂的那種 嗯 不是屬於那種瘋狂掉鹹型的 對啊 我就想講 有一些就是你很崩潰 就是你吃到很鬆軟 然後他就一直掉鹹鹹 然後他的皮又是那種很乾 他的油脂就很乾好 整顆成型的 現在可以預定是 今年中秋 年輕一年 今年只買兩次 因為他是得過世界第一名的蛋黃酥 好吃的蛋黃酥真的是有非常多 這一家是我遠處吃到 我就太驚艷了 卡其林第二位呢 就搬給我們陳耀迅先生 很容易取得 因為畢竟很要旋 如果真的大家想吃 也不一定買得到 一定要有那種 大家一定買得到的東西 就是我們 摩斯漢堡 湯地瓜 剛初吃到是不是很驚為天人 超好吃的 這個東西呢 就算他現在沒有那麼燙 吃起來還是蠻好吃的 而且大家都知道我是地瓜 補優 我對於地瓜真的是要求非常嚴格 摩斯的地瓜入得了我的口 相信呢 你們一定也會喜歡 你有吃過嗎 丁丁 沒有 好 已經2023年了 Baby 我囉 如果你還在吃我以前介紹的 Seven的地瓜 我只能跟你說 你很棒 但是我們2023年 有更值得吃的東西 已經過了一個小時 冷掉還是不錯 很脆 所以你們就知道 他們如果剛炸完 那個多好吃的 它這個炸法 外面是那種很日式的那種 和風炸 裡面的地瓜 是有點地瓜泥 它不是會讓你吃到 有一些會有地瓜的纖維 它這個是黃地瓜 這個價格呢 大包的是60塊 這一塊呢 算是非常地大塊 如果你今天想要吃個小點類的東西 或是你今天吃完賣水餐 想吃個甜的 湯地瓜 真的是非常地適合 可是人家會比較有一點 人家有一點點 油膩的感覺 可是我那時候當下吃 真的覺得很好吃 原本也是 算是期間限定的東西 結果後來不知道什麼 就變成常態的 來啦 最後一口給你吃喔 他嘴巴在上面 下一位就是 麻辣臭豆腐麵 這是你的主產好嗎 知道嗎 好不好 你知道我熱愛他的程度 愛到我帶去 親緊著 在雪地裡 吃的這個泡麵 而且我還帶給在日本的幼泥 畢竟呢 你知道他們在日本啊 生活久了 也會想念一些台灣的家鄉味 台灣其實最有名的傳統小吃 就是麻辣臭豆腐啊 沒想到 會不會一品呢 居然把麻辣臭豆腐 跟泡麵直接 完美的融合在一起了 簡直就是藝術品啊 那我先來自己說一下我跟麻辣臭豆腐 泡麵的故事啦 就其實我自己本人呢 就是很愛吃麻辣臭豆腐 像我們有時候工作到晚上啊 一直很餓想吃宵夜 但是你知道無奈 外面的店都關了 我那時候就跑去便利商店 我看到 居然有這麼神奇的產物 結果吃完 直接愛上 納入我的後宮之一 台灣的泡麵 竟然可以做得那麼厲害 那麼傳統的小吃 神還原 到觸手可及的泡麵裡 它有臭的那個香 它這裡面的豆腐塊 真的是真材實料 你每一塊咬下去 都可以爆製的那種感覺 但它的豆腐觀念度超高的 這個介紹給外國朋友 他們也會想 欸 你要幹嘛啦 你想吃啦 你想吃 你就吃你自己就好啦 你看他那裡咬 兩塊自己下來吃啊 對不對 那時候帶去清井澤 Oh my God 大家直接給我搶風欸 戰緣散不絕口欸 他說 我這次真的好吃欸 日本朋友跟我說 反正你下次要去日本的時候 記得多帶一些 帶一碗太少了 因為呢 這邊有出袋裝的 下次可以直接帶去 讓它自己煮 我只能說 麻辣臭豆腐君 真的很懂吃 你很懂我 你很懂我 因為我戀愛經驗 你還要吃上去了 我真的太愛你了 麻辣臭豆腐麵 麻辣臭豆腐麵呢 真的是我2023年 真的卡其林 非常推薦給大家的泡麵 如果你已經吃你一般的泡麵口味了 我覺得你不妨呢 可以吃吃看這個麻辣臭豆腐泡麵好不好 或是介紹給你的親朋好友吃 給我們麻辣臭豆腐君 新人 一個 新鮮的機會 會給你幸福的 有的時候在正餐的時候 就會想要吃飯 但不知道吃什麼 算是一個小隱藏的一個餐點 花嘴廚房的牛肝菌鍍燉飯 超小重的 就是只有一間店的那一種 我在外送品牌上面看到這個東西 我是因為被它的價格所吸引 再加上呢 我實際上吃到我發現 欸 以這個價格來講 很值得大家吃欸 所以我這次會列入卡其林 我們卡其林呢 追求的是什麼呢 平等 我們不會只是要高級的 我們也是有一些庶民的美食 我覺得它的燉飯吃起來有一種 好像有用高湯先煮過那種感覺 那味道是還蠻扎實的 那可是我覺得它不是 我們會想像中 異式的那種燉飯 因為有些異式燉飯 會做得比較硬 它就是其實是蠻軟的啦 它這一碗呢 在店裡面買 一碗只要90塊 很便宜欸 而且它超大碗 它是非常有份量感的那種 它給的菇的量也 那裡面還有玉米薯跟花椰菜 滿滿的料 不會讓你覺得說 你在吃燉飯的時候 就是只有在吃飯 你如果這個份量 你把它裝到一般的盤子 就會賣230欸 但這一碗 只要賣90塊 就算在外送平台上 比較貴一點 也才110塊欸 所以我覺得CP值很高 所以我只能說 這家店 真是非常的有良性 接下來呢 我們要來介紹一個 2020年末 最後挖到的一個 蠻厲害的火鍋 麻辣45 但是我今天不是要跟大家介紹它的 麻辣湯底 因為麻辣湯底真的超爆辣 辣到 你知道回去隔天 坐在麻辣湯上做了一整天 他們家其實還有一個更厲害的湯底 老母雞湯 這種麻辣鍋 其實有時候會怕說 有些人不吃辣 所以他們都會有鴛鴦鍋 殊不知其實鴛鴦鍋的另外一邊 也是有一個非常厲害的湯底 我記得我們那時候 蓄湯蓄了是不是三次啊 差不多 就是我們把湯一直都喝完 然後又繼續蓄 然後蓄了又喝 走的時候我還打包一個湯底回家 繼續喝 你就知道那個湯底有多好喝 你自己看 已經有雞油是凝固了耶 所以你就知道它其實是非常高濃度的那種雞湯 這個是買外帶的湯底 600塊錢 想在這台自己煮火鍋 或是大家朋友比較多 不方便去餐廳的話 其實也是可以買湯底回家自己煮的 很像是那種非常養生的雞湯 喝下去你整張會有一種膠質 有一種很密的感覺 它感覺是雞湯專門火鍋出來的 它比較不像是鴛鴦鍋的白湯 那裡面的料啊 就是還有一些香菇 或是像是這個白菜 欸我很喜歡耶 對不對 超濃的 個人是覺得非常推薦 因為你去吃麻辣四五 如果不是麻辣的人 你通常就會覺得說 蛤 我那白湯一定喝起來就很瘦瘦 可是這一個是 我去現場 我煮這個火鍋湯 我也會煮得非常的好吃 然後在推薦那個時候 我們還有吃小谷推薦的那種 紅糖四八 對 紅糖四八也很好吃 整體的熬煮下來 我覺得算是精華中的精華 絕對不會讓你失望 天氣冷想吃火鍋的 記得試試看 好嗎 接下來呢是一個湯品類 因為畢竟我這個人非常愛喝湯 卡其林呢要介紹福德涼麵的三合一湯 因為它好像是24小時營業 所以我覺得很推薦給也是夜貓子的朋友 如果你們這是半夜很想要喝熱湯的話 福德涼麵的三合一湯很好喝 三合一顧名思義呢就是有蛋 味噌共碗 一碗的話是五十塊 它現在味道不一樣欸 是不是這種涼麵店都會這樣子啊 其實味道會很隨興 真的真的 味噌味沒有那麼重 比較清淡一點的味噌 可是其實像是我晚上 如果可以喝到這種湯 其實我會覺得蠻幸福的 很平靜的味道 我覺得福德涼麵的那個味噌 是它的蛋跟味噌的湯是融在一起的 嗯 而且它的蛋花是有點看熟的 對 勾勾的那種感覺 而且其實是說料有料 購福也有 然後逛完很大顆 不是那種小小顆的 這個就蠻有誠意的 我覺得它還有多了 跟其它跟不一樣 它柴魚味蠻明顯的 對 其實如果大家認識 這種味噌湯味的話 晚上來一碗 福德涼麵的味噌湯 我覺得是非常不錯的選擇喔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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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